大家好,我是正楓 今天呢,我們再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的A3自動抖粉機 那我們的自動抖粉機呢,只要搭配我們的A3 ETF印表機 就可以來搭配我們整卷的方式來做印刷我們的自動抖粉機囉 那等一下呢,我來跟各位詳細的說明我們的自動抖粉機怎麼使用吧 好,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來特別介紹我們的自動抖粉機呢? 以往呢,我們都是使用我們A3DTF手動抖粉的方式 那我們如果有了自動抖粉機 我們可以全程的讓我們的自動抖粉機來幫我們的抖粉 以及來幫我們烘烤,然後還有收紙喔 那這樣子呢,我們可以再更快速的來生產我們的DTF膠片喔 那首先呢,我們先準備好我們要印製的塗擋 對,我們先事先準備好 它不管呢,建成色啊,或者是塗鴉風格啊 或者是水彩化啊,都可以直接做印製喔 準備好塗擋之後呢,我們再到我們的專用軟體來做輸出 輸出完,我們再到我們的印表機來做印製喔 那首先呢,我們會準備我們30公分寬 100米長的DTF膠片 那上去之後呢,我們會到我們的A3DTF印表機 印表機這邊,它會先印刷我們的彩色 彩色印刷完再印白色 對,那這一道呢,就是在印刷的過程 那再來就是這邊,這個部分呢,這邊會有DTF膠粉 它會自動撒粉下去 撒粉下去之後呢,我們下方有一個自動拍打的動作 拍打的原理就是讓我們的膠粉呢,沒有在印圖的上面會被打掉 對,那膠粉打完之後 我們再到我們最後這一站 加熱 加熱主要的功能是讓我們的表面的膠膜形成結晶 結晶完成後呢,我們就可以來做我們的DTF膠片轉印囉 好,那我們自動抖粉機呢,這邊呢,它其實功能很簡單 只有這邊會需要去做我們的頁面設定 那基本上我們溫度都設定140度 那這邊有個電源傳新開關按下去 那這個呢,是我們加熱 加熱,這個發熱的地方要加熱的 還有這個是我們撒粉的開關 還有抖粉的開關 我們這邊呢,還有兩個可以控制速度的 一個是控制我們撒粉的速度 另外一個呢,抖粉的速度 抖粉的速度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拍打抖粉的速度 這邊都可以去控制,快慢 這一樣可以控制撒粉的快慢速度 對,那以上呢,這邊的按鈕介面呢 就是我們來控制我們DTF的自動抖粉機的介面喔 那各位,如果對我們A3自動抖粉機有興趣想要了解的 趕快跟我們預約,我們現場都可以測試 以及給你們做體驗喔